我不是很喜歡曖昧不明的感覺 那樣很討厭 如果超過一定的時間 對方都沒有行動的話 我可能就會放棄 或許我可能會享受他一下 然後覺得最適當的時機 再跟對方告白 其實我都不太確定 我都直接賭一下 告白一次吧 搞不好可以啊 我一定要等到 那個人站在我面前跟我說 王靖我喜歡你 我才知道說原來你喜歡我 我不太希望自己太自作多情了 我覺得 很多吧 就是動不動就說分手什麼的吧 就是吵架歸吵架 你可以講一些可能不好聽的話 但是你不要去真的去傷害到人家內心 這樣子會感情會真的出現裂合 對啊 那一件事 還有你